他还有一个横批 叫做 萧桥流水 在前几次的录制当中 一星队长就说过 怎么萧师傅不搞这个中国风了呢 这次中国风送上 对 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然后两个人的配合 真的是非常的默契 其实街舞跟这种国风音乐 包括国风舞蹈 融合它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是 我觉得这样的结合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把这个 中国风的音乐的这种美感 然后这个以柔克刚的这种 身韵跟身段 然后再加上这种 breaking的这种 刚进有力相结合 就形成了一个阴阳平衡的感觉 所以这个舞台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它又非常有寓意 你看他们的那个 gar它是没有线 为什么 愿者上钩 是 这个桥公钓鱼啊 愿者上钩啊 是 它还有个横批 叫做 萧桥流水 所以这个还蛮有意思 蛮有意思 很棒啊笑 而且这个音乐也选的好 对 选的也特别好 特别是唢呐一起来 这个音乐也很国潮的感觉啊 绝对的 中国的歌曲就是唢呐 谁听到了唢呐不会叫称一声绝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东西 去尝试把这些东西加到自己的音乐里面 这个尝试是非常好的 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对 因为确实这在第三季的时候他们俩的合作这个善与饿的这个 嗯 嗯 那个作品 对 我很喜欢 这就是艺术 他们俩的这一次的合作和作品 是 还是没让我们失望 很棒很棒 愿者上钩 丹哥上钩了吗 上上上上 上钩了 给我掉飞起来了都 我觉得特别好 呃 故事啊 从前面 然后到结尾都有一个故事点 然后包括最后起来的唢呐那下 配合整个灯光跟音乐都特别好 哈瑞对吧 你怎么看 我同意 你同意哪个啊 都同意 对 他都同意 都都说得好 我觉得都说得好 没想到 B-boy可以融合我们中国文化那么好 因为他有做很多B-boy的技巧 但是他还融合了很多中国文化的一些 一些一些动作和功夫 我觉得这一点他做得太棒了 好 我们也要问一下这个萧桥流水啊 这个作品主题表达的是什么 关于这个舞蹈的故事呢 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呃故事 它可以说是一个鱼和一个钓鱼的人的一种博弈 可能是鱼渴望人间的自由 钓鱼的人渴望池里面的欢乐 等等的这些东西我是希望大家更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嗯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系列的中国风的作品 让我们真正国外的朋友们看看 其实我们中国风的街舞有不同的方式 我们用了街舞的一些 嗯发力方式 然后用了一些有节奏的音乐 把它合成在一起 他就是中国风的街舞了 我们还有很多表达的方式 不是只有一种 对这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